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乐高乐园里最受欢迎的游乐设施之一 Nanjago Ride 它还没有一个中文的名字 让我们一起给它一个好听的名字吧 我们叫它乐高幻影忍者挑战营 这个主题游乐设施是围绕着忍者世界展开的 讲述了忍者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第一位幻影旋转术大师使用了四把威力无比的黄金武器 它们分别是地猎帘 闪电双截棍火焰剑 以及寒冰飞镖 这位大师把四把黄金武器传给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迦满都妄图占为己有 他的心中充满黑暗 小儿子吴大师试图打败哥哥迦满都 把四件宝物拿回来 让世界重归和平 吴大师又找到了几位勇敢的男孩 并教会他们幻影旋转术 培养他们成为忍者 这几位忍者分别是凯 杰 寇 赛 赛 和 老埃德 凯是红色忍者 火焰大师 武器有铁剑 火焰剑等 坐骑为 火龙 刀锋战车等 忽有一日 骷髅尔尊团 掠走了妹妹 决心变强的凯 通过吴大师的指引 踏上忍者之路 杰 是电系忍者大师 能使用电元素力量 武器有 电支双结棍 元素剑等 坐骑为 电龙暴风战机的 寇 是黑色忍者 土之大师 他纪律严明 认真负责 坚强有力 善于规划 武器有 镰刀 地裂镰等 坐骑为 土龙 扣钻 土鸡等 赛 是 兵夕大师 一个 机械忍者 拥有 兵元素力量 在与黄金大师 对决中 与其 同归于尽 后被改造成 太合金机器人 再次成为忍者 武器有 寒冰镖 元素剑等 坐骑为 冰龙 冰上 摩托等 最后一位 是 劳埃德 劳埃德 是忍者团队年龄 最小的一位 作为绿色 救世主 以及黄金忍者 是 迦满都 大师之子 吴大师的 职子 他可以 随意运用 四种元素 可以召唤 黄金龙 做骑为 四头龙 黄金龙等 这些忍者 成为了 四位宝物的 保护者 他们 也成功地 击败 骑龙军团 找回 四把 黄金武器 和平 重归 忍者国 就是 关于 忍者的故事 再回到 我们这个 游乐设施上来 想成为 忍者 必须 有高超的 技巧 奉献精神 和无所规矩 你要知道 不是 每个人 都能 在于 元素 力量 成为 火 水 土 或空气 的主人 如果 想成为 真正的忍者 就必须来到 这个 幻影 忍者 挑战营 来接受挑战 只有在这里 你才能 充分 发挥 你的潜力 你有信心 挑战 乐高 幻影 挑战营中的 挑战 成为 真正的 忍者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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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